《小神科的救赎》在删禁之前 品尝接近三小时十五分 比最终上映的版本多出了将近四十分钟 被删减的内容包括 众人在监狱中为老布举行葬礼 安迪越狱后 典狱长命令手下进入套生通道 以及瑞德出狱后更细致的生活写照 从冗长到经历大刀阔斧的删改 这背后离不开剪辑是 理查德·弗朗西斯·布鲁斯的努力 他的精准剪辑使得电影 呈现出完美的节奏和情感深度 许多看似简单的过渡镜头 都潜藏着深刻的寓意 今天我们继续根据原著小说 和拍摄剧本主持拉片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拉片走起 时间是1966年 安迪从金币使出来后 又回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 继续为他洗钱和做假账 仿佛汤米的死与之前的冲突从未发生 一切又恢复到了表面的平静 像往常一样 诺顿吩咐安迪去洗衣服 擦皮鞋 安迪的语气低沉 神情仿佛已经被完全驯服了 像个听命的奴隶 诺顿假惺惺的说道 在诺顿眼中 两个月的禁闭非常有效 安迪低头应声 语气软弱 扮演着乖顺的小宠物 点一找诺顿得意的将手中的钥匙一抛 然后稳稳的接住 仿佛再说 你逃不出我的物质衫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安迪站姿 却格外停止 他站在门口 不卑不亢 背景不再是封闭的白叶窗 而是敞开的大门 似乎透露出某种隐藏的力量 安迪走到堆满脏衣服的角落 打开鞋盒 里面是一双崭新的症状皮鞋 镜头切到地面 一侧是安迪擦得发亮的皮鞋 另一侧是他脚上破旧的劳动鞋 导演在此埋下了伏笔 安迪与典狱长虽然地位悬殊 但两人的鞋码竟然出乎意料的相同 随后他磨蹭到快熄灯才返回牢房 脚步看似疲惫 却显得格外坚定 他并非真正屈服 内心的抗争仍在积蓄 安迪外在的顺从和内在的隐忍 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为后续情节的发展 埋下了悬念和张力 在剧本中写道 夜晚瑞德听见安迪的脚步声 他凑到铁栏前 两人有短暂的对视 经历过两个月的禁闭 他的行为在同伴眼中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种种迹象都让大家感觉不安 认为他可能会做出极端的选择 瑞德摇头示意 眼神中充满着担忧 而安迪却露出了一种 让人困惑而镇定的微笑 回到牢房中 安迪坐在自己的床铺上 若有所思的凝视着前方 在他头后的墙上 那张描绘着海湾港口的彩色照片 毅然挂在那里 他象征着安迪对外面 美好世界的渴望 也是他通往自由与希望终点的灯塔 然而随着监狱灯光的熄灭 这些象征希望的画 逐渐被黑暗吞没 唯有监狱栏杆的影子 仿佛无形的枷锁 将安迪困于其中 他将手伸到枕头底下 拿出了那根绳子 安迪今天去过装卸码头 向海武德 他要了一根六英尺长的绳子 黑暗中绳索带着的压迫感 愈发浓重 镜头逐渐离开安迪 接下来的镜头切换 可以算得上是神来之笔 画面以最基础的叠画方式切换 但却呈现了安迪的身影逐渐模糊 仿佛从监狱中消失的神奇一幕 剪辑师用简洁的过度镜头 展现了安迪越狱的成功 镜头切换完成 最终只剩下牢房的铁栏 和瑞德焦虑的身影 他的双手紧握 目光紧盯着窗外的闪电的微光 铁栏杆的影子 在闪电中投射到地面 阴影摇曳不定 暴风雨即将来临 瑞德内心深处的恐惧 被这一夜的寂静无限放大了 因此剪辑上使用黑屏过渡 外化他内在的焦虑与不安 第二天一早 镜头切换到了 销声客监狱的牢房空地 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角度 每一次都人声鼎沸 充满了喧嚣和压迫 如今却因安迪的缺席 显得格外的空挡 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某种失落 开场就很含蓄地隐喻了 安迪的越狱成功 接下来陈金点名开始 犯人们陆续从牢房里走了出来 镜头切换到瑞德的牢房 墙上挂着一张肯尼迪与家人的照片 画面中肯尼迪的妻子抱着两个孩子 透露出温馨的家庭氛围 与监狱的冷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瑞德在小说中是白人 而在电影中则改成了黑人 这张照片的设置 更贴合美国60年代种族问题的时代背景 也体现了瑞德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瑞德从牢房中走出来 一侧的裤带没有拉上 他下意识地调整 这个微妙的动作是摩根弗里曼设计的 暗示了瑞德内心深处的焦虑 他害怕安迪可能用那根绳索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键点名时 瑞德没有看到安迪的身影 警卫们开始注意到异样 他们来到安迪的房间门前 目瞪狗呆地停下了脚步 安迪是生是死 按下布表 剪辑师继续构建悬念 营造氛围 接下来镜头切换到 点狱长诺顿的办公室 当他打开鞋盒时 赫然发现里面是一双囚犯穿的旧鞋 就在此时 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监狱 诺顿抬头神色复杂 隐隐地显现出了危机感 接着他和哈德利 匆匆忙忙地穿越监狱走廊 先前第一次来到安迪牢房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先前是闲庭信步 而这一次却是暴跳如雷 诺顿怒气冲冲地指向瑞德 瑞德尚未反应过来 就被警卫强行从牢中拽了出来 墙壁上的爱因斯坦 吐着舌头的海报 似乎在无声地嘲笑着房间内 这些手足无措的笨蛋们 电影长将怒火转向身边的人 包括警卫长哈德利和瑞德 控诉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他甚至指责所有人都参与了安迪的越狱 电影长这话说的绝对没毛病 瑞德提供的锤子和海报 是安迪的作案工具 而哈德利是将安迪引荐给诺顿的帮凶 无意间他们都成了安迪越狱计划的动范 诺顿在圣怒中抓紧窗台上的小矿石 猛然地砸向前壁上的拉扣海报 矿石飞入墙内 众人顿时都傻眼了 诺顿走向前 一把撕下海报的伪装 一个巨大的洞赫然出现 揭示了安迪越狱的秘密 镜头缓缓向后拉 展现了顶狱长和警卫们在洞口的震惊神情 影片前半部分埋下了伏笔 终于迎来了揭晓时刻 安迪的逃生通道首次完整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从被囚禁的安迪到身陷愤怒与失控的诺顿 角色的身份与命运发生了彻底的对调 与此同时警卫们开始行动 在监狱附近几公里内开始搜索 然而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这里有一处小八个 原本计划是警车驶出萧生克监狱 去追捕逃犯安迪 但画面呈现的却是警车往回开 其中的缘由就是 看脑导演德拉邦特忘拍了这个镜头 只能将抓捕诺顿的废条镜头 拿归来充数了 这个小小的失误也成了电影的一幕趣问 接下来的几场戏被剪辑师删除了 年轻的警卫被奉命 进入安迪的逃城通道 尽管他面露紧张 但依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狭小的通道里 他感觉到了恶臭 抱怨味道难闻 但诺顿命令他继续 当他不慎摔进粪坑时 剧烈的呕吐声响彻整个监狱 瑞德忍不着大笑完全失控 导演用一个极长的慢镜头 来展现瑞德的情绪变化 蒙根弗里曼也因此奉献了一段 极其有层次的笑声表演 最终瑞德也因为笑过了头 被送进了几笔室 距离萧生客监狱 搬英里之遥的地方 经过一番搜索 警察们提着安迪那已经发了臭的浴服 和那把破旧的贺罪橱 伴随着闪光灯闪烁 这一幕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 随着镜头的缓缓上退 时间回到了1949年 安迪在墙上刻字 发现墙壁松动的那一幕 他低头拾起脚边的石头 细细端详 凭借他对地质学的敏锐洞察 断定这面墙只需要压力与时间 便可以击穿 他随后在瑞德那弄了一张海报 悄悄将他挂在墙上掩盖住秘密 每晚他都藏身在海报之后 小心翼翼地挖掘 等到第二天放风时 将挖出的泥土悄悄地洒在操场上 最初他或许只是想摆脱姐妹会的折磨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的信念愈发坚定 墙后藏着的不仅是自由 还有对希望的执着追求 那墙上的洞是什么时候打通的呢 在剧本中对逃生通道不同时期的变化 做了详尽的标注 1965年 墙壁的通风景上 一块小小的泥土从上方落下 随后一刀贺罪橱猛然地从墙壁中刺了出来 露出了一双警惕的眼睛 安迪正透过洞口向外窥视 1965年到1966年间 安迪业以继致地挖掘 洞口从杯口大小 逐渐扩展到餐盘的宽度 一年后他终于能将头伸出洞口 与此同时 1966年的一个夜晚 汤米·威廉姆斯被枪杀了 这一切也就成了安迪逃亡的最后的催化剂 成片加快了节奏 删减掉了这些多余的部分 接着导演再次呈现之前的场景 但这次我们从安迪的视角 开始揭露他的越狱计划 他本应提前完成给诺顿作战的任务 然而今天他一直拖刀诺顿临近下班 才准备交差 诺顿走到墙上的保险柜前 开始输入密码 而此时镜头集中在安迪身上 安迪眼神一动 准备进行一场灯下黑的动作 他将一叠文件和一个自己的圣经 放在了桌上 接着把真正的账本塞进了裤药里 掩盖好一切后 便带着假账本走到了诺顿眼前 并递交银行存单 遮挡他的视线 而后巧妙地将假账本放入到保险柜中 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察觉 当诺顿离开后 安迪放松了下来 他开始浏览诺顿的衣柜 挑选着西装 最终停在了一套黑色西服前 就好像在挑选自己的衣服一样 然后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了自己的牢房 没有人发现 他穿上了一双崭新的皮鞋 西灯后安迪躺在床上 看着旁边的拉扣的脸 站起身 解开了浴服的扣子 露出了一套诺顿的西装 那一刻安迪的越狱计划 即将进入最后的阶段 在剧本中 安迪的准备工作异常的细致 显示出他对逃脱计划的周密构思和决心 他将诺顿的西服叠好 放入一个防水的工业用拉链袋中 这个袋子将成为他越狱后必备的装备 为了确保在爬出下水道后能清洁自己 他还准备了一块毛巾和香皂 接着安迪将手中打磨好的象棋 放入棋盘中 这个盒子原本是白令帝国雪茄的包装盒 应该也是安迪从诺顿的办公室偷回来的 这款雪茄的名字源于丹麦探险家维图斯白令 白令是第一个穿越北极圈和南极圈的人 他的探索精神代表了勇气和坚持 假如安迪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 接下来的镜头 安迪穿着玉服艰难的爬行在隧道中 此时背景的蓝色冷光 代表着监狱的冰冷和压抑 而他前方的暖光 则象征着即将到来的自由和希望 在原剧本中 安迪的逃亡并非一帆风顺 他试图抓住墙壁的铁管时 猛地冲向他的手臂 导致他整个人大头朝下 倒挂在通风景中 这段情节原本是为了通过老鼠 与安迪的行为相呼应 强化挖掘与逃脱的主题 此前老鼠的形象也总是多次出现 以此比喻安迪像老鼠一样 在墙内挖掘自己的自由之路 但在剪辑师眼里 老鼠的形象削弱了安迪形象的英雄感 最终和导演形成共识 果断删除了这个部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深刻的象征 电影镜头中的设计尤为精妙 海豹旁写着母亲的字样 隐于他成为了安迪的再造者 狭窄的隧道犹如子宫 一系列向下的姿态和痛苦的挣扎 仿佛经历了生产时的阵痛 整个逃亡过程犹如穿越生命的起源 他在污浊与黑暗中蜕变 最终挣脱束缚 迎来雨中自由的心胜 庞陀大雨倾斜而下 漆黑的夜幕中 萧生客监狱已远在半英里之外 镜头从高处俯拍 聚焦到了一条蜿蜒的小溪 慢慢的退进 安迪挣扎着从下水到几处 头部先栽进了水里 片刻后他艰难的抬头 贪婪的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 小溪的水淹没到他的腰际 他顺着水流把涉 迫不及待的撕掉身上的衣服 就在这时他停下了脚步 抬起头张开了双臂 任凭倾盆大雨将他彻底浇透 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他如释重负 欣喜若狂 宛如涅槃充盛 这一幕堪称影片的高潮 也承乃着深厚的象征意义 用大雨洗净身上的污泥 也净化了囚禁他的过去 他张开双臂迎接自由的姿势 呼应了影片开头自由之鸟的主题 此时此刻他终于振持高飞 然而这场经典戏份的幕后拍摄 却一波三折 当年拍摄时间紧张 剧组为下水道里的污泥 准备了巧克力糖酱 但外景的小溪是不能人为控制的 里面混合着动物的粪便和微生物 是实打实的真脏水 结果演员蒂姆·罗宾斯 完成这场戏后就上吐下泄 因为感染严重 打病了一场 雪上加霜的是 作为业内顶级摄影师的罗杰·蒂宁斯 犯了一个小错误 为了完美展现安迪的挣脱与自由 导演希望拍出不同角度和机位的镜头 然而事后查看素材时发现 除了俯拍的生姜镜头 焦点是清晰的 其余全都因为雨水见镜头 或对焦失误而无法使用 导演一度崩溃 只能硬撑着 用这一个长镜头来完成了这场戏 但这却营造了一种 冷静克制沉稳的表达方式 让这一幕成为了影视经典 接下来影片叙事 从单线发展变为两条平行故事线 当早八人点狱长发现 安迪逃生通道时 一个英俊潇洒的身影 出现在州立银行办公大厅的大门口 镜头缓缓扫过安迪的皮鞋 揭示了他换上点狱长衣服的谜底 但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 点狱长的裤子有点腿短 和安迪的身高不太相衬 他的精英打扮于自信的举止 完全掩盖了一个越狱范的身份 正坐在银行经理对面微笑着 神情从容的仿佛是再普通不过的 日常业务办理 他手持伪造的天衣无缝的证件 身份得到了核实 这位在命运的泥枣中 挣扎了19年的银行经理 成功以诺顿的贪婪为工具 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反击 而此刻安迪的形象 仿佛是对19年前的自己的回应 当年安迪身为银行经理 坐在保险柜前 帮助客户处理业务 过着毫无生趣 死气沉沉的生活 甚至沦为为人洗钱的工具 如今的安迪却以一套假身份 有认有余的 从银行系统中抽离资金 为自己的未来买单 这一切仿佛是安迪 在向过去的自己的告别 安迪和银行经理的服装颜色 也暗暗呼应 一个秃顶局促 困于柜台后 一个神采奕奕 带着自由的微笑 走向窗明几近大门 这场戏仿佛是安迪 向过去的自己 做最后的告别 当他取走最后一张本票后 他递出了一个包裹 此时瑞德的话外音 唯唯道来 当时黄金的价格是35美元每盎司 而现如今是1900美元每盎司 换算之后 安迪相当于拿走了2000万美金 这笔巨款 是安迪对自己多年受难的终极不长 堪称对不公命运的嘲讽和逆袭 接下来镜头聚焦在一间办公室里 穿着衬衫的男子 撕开了安迪寄来的包裹 从中取出了一本黑色的账本 和一叠证据文件 接着接线员的旁白 介绍了时空场景 这里是波特兰号角报的主编室 这封邮件从缅因州的肖声客 寄往波特兰 途中大约消耗了一周的时间 随着镜头迅速切回到肖声客监狱 报纸已经简报 正义的号角全面吹下 报纸的标题定格为肖声客监狱 腐败与谋杀 副标题直指诺顿的罪行 地方检察官掌握罪证 起诉指识可待 正如当年那个为竞选众议员 而给予给安迪定罪的检察官一样 诺顿此刻也成为了别人 晋升路上的电脚石 报纸在命运的舞台上 以戏剧化的方式轮回了 领迪声渐进 诺顿打开保险柜 却发现安迪留给他的最后一件物品 圣经 在匪页上写着嘲讽的留言 亲爱的典狱长 你说的对 姐就知道 尽在其中 他翻开圣经的中间 发现书页早已被掏空 形成了一把贺嘴橱的形状 而这一章节正是出埃及记 这是安迪对诺顿的最后宣告 这一细节再次呼应了影片开头 诺顿初次见到安迪的场景 当年诺顿轻蔑的对安迪说 圣经是我的救赎 而此刻他眼神中一闪而过 仿佛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傲慢 但为时已晚了 圣经无声的摔在了厚厚的红色地毯上 这一片红色浴室了鲜血与终结 诺顿走向窗边 看到了楼下的景象 记者蜂拥而至 长枪短炮都对准了笑声客 一对周警护送着地方检察官步入镜头中心 此刻地方检察官面无表情地宣布了 拜伦哈德利的罪行 楼下的景象就是诺顿的景象 典狱长大人预演了人生结局 此刻前景的窗边仿佛让他深陷悬崖 静无可进退无可退 他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办公桌前 拉开抽屉取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这把枪原本是他的防身工具 先前用于防范警惕的小安迪 而如今却成了他通向解脱的工具 诺顿握着手枪将子弹撒在桌上 背景里则摆着他妻子的照片 这个场景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 当年安迪站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门口 老婆在屋里偷星 而安迪手里同样是手枪烈酒 还有撒了满地的子弹的标配 仿佛命运开了一个恶趣的玩笑 两人的身份来了个终极大反转 那时的安迪没有勇气打开门 面对肩夫淫妇的真相 而如今的诺顿也没有勇气推开门 面对法律的制裁 一个徘徊在愤怒与绝望之间 一个被困在权力与恐惧的牢笼中 但安迪选择了隐忍和自由 而诺顿选择了逃避和毁灭 门外周景将倒霉的直班警卫 推到诺顿的门前 警卫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 紧张得不得了 此时此刻诺顿将子弹一颗一颗的装入枪膛 他紧盯着打门 每试一把钥匙 他就装填一颗子弹 机械而猙獰 上门声加上叫喊声 然后诺顿的焦虑达到了顶点 此时诺顿可能想着拿手枪和警察对峙 但最终还是怂了 那手枪顶在了自己的下额上 他的头猛的向后背去 子弹穿过玻璃 瞬间世界也变得安静了 手枪掉在地上 最终的镜头缓缓后退 露出了办公室的全景 点狱长办公室这个权力的核心 仿佛变成了一个监狱 墙壁上点狱长的就职照片还在 但当年的就职感言 早就忘了 全景镜头更像是一个囚笼 而玻璃上的洞 和安迪将近20年挖的逃生出口 形成了对比 一个默默用20年时间救赎自己 而另一个选择扣下扳机 瞬间选择逃避 而诺顿这个伪装的基督徒 因为他违背了圣经中不可杀人的戒律 并且体现了他对上帝的绝望和不信任 而不可杀人这条戒律 刚好出自除埃及记 和地上圣经被扣的那一页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随着诺顿的倒台 萧生客监狱迎来了春天 瑞德收到了一张明星片 这张画着牛仔骑兔子的明星片 看起来滑稽无比 但在瑞德眼中却全是关键信息 原来这是一种叫做 吹牛皮明星片的东西 画面的内容就有点咱们的 大跃进时期的招贴画色的 拼贴的荒诞图像 既是西部土地肥沃的夸张炫耀 也是对灾难的幽默调侃 谁能想到这小玩意能成了个逃亡密信呢 瑞德通过油车分析出了安里的逃亡路径 油车上写着德克萨斯州汉考克堡 这里是一座边城小镇 与墨西哥一步之遥 也就是说安里携带着诺顿的巨款 一路南下穿越美国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享受美景 出镜前他寄出了这张明星片 为瑞德留下指引 等待他沿着这条自由之路 与自己再次重逢 随即镜头切换到墨西哥的高速公路 在航拍镜头下 一辆红色的庞迪克火鸟敞篷车 飞驰在阳光下 象征着安里如同凤凰帮的浴火冲升 从无边的黑暗中挣脱 他驶向自由的彼岸 远处的海岸线若隐若现 镜头如同自由的鸟 翱向天际 瑞德再次来到驾驶听证会 房间的光线不再阴沉 明亮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在桌子上 玻璃水杯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甚至营造出一种神圣感 驾驶官的年龄也更为年轻 甚至多了一位女性成员 坐在更显眼的位置上 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观众 时间在流逝 时代在变迁 但唯一不变的是 制度对个体灵魂的审判 相比之前那些死气沉沉的老爷们 眼前这些驾驶官显得年轻许多 而瑞德呢坐在那把空椅子上 他比第一次来这里时显得老了二十岁 眼神平静的像一弯湖水 看似不起波澜 但内里早已历经沧桑 他坦然承认自己的遗憾 却拒绝对改过自新 这种虚无缥缈的字眼妥协 他用最真实的语言告诉驾驶委员会 真正的反思不是为了迎合规则 而是与自己的和解 瑞德结束发言 等待最终的结果是 镜头给到了一个全景 这是前两次会面都不曾出现过的 驾驶官和瑞德共享一个画面 他们被眼前的囚犯震惊了 瑞德表面上看似 破罐的破帅起了奇效 但其实是他从顺从到觉醒的深刻转变 打动了驾驶委员会 在前两次听证会中 他谨小顺微言辞完美 但却缺乏灵魂 而这一次他一概迎合的姿态 以直言不讳的态度 揭开体制的虚伪 他的语言不仅表达了对制度的无奈 更展现了一个真正悔悟的灵魂 这种无法伪装的真诚 让驾驶官们看到了他与过去的和解 也看到了他不再需要制度管教的成熟和自由 电影通过瑞德的成长 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哲理 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从外部赦免中得到的 而是来自内心的觉醒和和解 最终一个特写镜头定格在驾驶表格上 留下了鲜红的通过字眼 瑞德出狱与老布出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布走入的是一个比监狱更为封闭压抑的世界 他的人物调度是从外到内的 犹如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 而瑞德则是从内到外的 终于离开了萧审科监狱 但他的自由并非无忧无虑 所以港楼遮住了观众的视线 表达了瑞德对未知充满了担忧 直到影片结尾 瑞德与安迪相遇 场景才豁然开朗 剧本中写道 他看起来还没有缓过神来 坐在车内的瑞德 没有像老布那样 被车速吓得紧紧抓住扶手 而是像其他乘客一样 安静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他到达布鲁斯特旅馆时 那座熟悉的三层小楼 依旧看上去比以前更加不起眼和破旧了 但房间的布置中依然有许多变化 背景中代表自由海洋的帆船依旧存在 像是安迪给予他的希望 伴随着瑞德的生活 他走进房间挺下了脚步 眼神锁定在天棚的大梁上 上面刻着布鲁斯到此一游 这是老布的墓碑 也是瑞德心中的一块伤疤 接下来是走老布的旧路 还是选择新生活 导演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 瑞德也同样在超市工作 相比之下他动作熟练 看似已经融入到现代社会中 然而随后的几场戏 却结识了他内心的挣扎 每次撒尿都要报告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一滴也挤不出来 这是他适应新环境的痛苦一面 他像老布一样 依然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融入 厕所成了瑞德另一层心理的空间 这里封闭 安静 向极了萧盛克监狱 接下来的场景 因为经费和音乐版权的问题 被删除了 他走在街上 看到成群的女人 他感慨女性们 不穿内衣就敢走上街头 他们对他来说 几乎是外星人一样陌生 他盯着女人们看 自己却对这种 本能反应感到羞愧 内心自责 仿佛这个现代世界的所有规则 都变得荒诞不尽 在曾经老布待过的公园中 聚集了一大群嬉皮士 他们自由奔放 听着摇滚音乐 这一切对瑞德而言 仿佛是一个充满 异化和混乱的世界 他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回到超市 瑞德依然在为客户打包 孩子们的嘈杂 母亲的催促 和小玩具手枪 发出的响声 将瑞德包围 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当时风暴的中心 外界的喧嚣欲夹离近 他无法控制自己 焦虑的情绪 让他几乎窒息 他匆忙离开了超市 跑向卫生间 试图将这一切关在门外 洗手间的狭小空间 成了他的避风港 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 萧生客监狱 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 但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慌 下班后 他在一家当铺的橱窗前 停下了脚步 目光落在了一排手枪上 而后镜头给到了一枚指南针 是选择购买手枪干一票 从回萧生客 还是用指南针去寻找新生活 瑞德面临着人生的艰难抉择 但此刻导演刻意没有揭晓 而是利用一个旋转的镜头 来展示瑞德的转变 当我们以为瑞德会引单自尽时 镜头给到了他的手部特写 他的手遮挡住了某样东西 随后答案揭晓 他选择了指南针 安迪立功了 瑞德选择了希望 随后一辆红色的福特小卡车 和安迪驾驶的活鸟跑车 形成了呼应 瑞德与司机道别 开始步行 身边的路标写着巴克斯顿 此刻观众终于看到了田野和地平线 无比宽广的空间和影片的前半部分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此时瑞德终于放开了心扉 拥抱自由 接下来导演仍然是用一个旋转镜头 来展示瑞德在寻找自由的路上 由安迪指路 最终到达了彼岸 远处的田地有一堵诗墙 从个场景看上去 就像罗伯特·弗洛斯特诗中的景色 镜头有一棵巨大的橡树 在基督教中 橡树是一种充满深刻寓意的象征 他的形象提醒信徒 要在信仰中扎根 坚韧的面对人生的挑战 同时也警惕误入歧途 在这样的指引下 瑞德在石墙徘徊 那条石墙仿佛一条 默默指引方向的路标 带着他走向希望的彼岸 谁能想象到 这条石墙 其实是剧组成员 一块一块从远处搬来的呢 用汗水和坚韧累迹而成 也许正是这股韧劲 让电影没有走上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分岔路 镜头里 瑞德弯腰观察墙根 他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某种细微的光泽吸引了视线 这是一块黑钥匙 是安迪给他做的重要记号 瑞德继续挖 终于发现藏在黑钥匙下的是一个铁杯盒子 盒子上刻着一艘三个烟囱的船 有人误解的以为是泰坦尼克号 这艘船的真实身份是玛丽皇后号 它象征的是远行和自由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憧憬 与安迪的逃亡计划和全新的生活愿景不谋而合 瑞德最终打开了信 此之外 安迪还留下了50美元面值的钞票 一共有20张 总共1000美金 与此同时 话外音不再是瑞德的口述视角 而响起了安迪的声音 安迪的影响下 逐渐打开心扉 起初 瑞德背后是监狱的围墙和铁窗 现在瑞德背后的墙壁的空洞已经完全打开 随时准备迎接远方 他终于明白 这不仅是安迪给他的指引 更是解开他心结的钥匙 时间是1967年 瑞德将一把椅子放在房间中央 他缓缓踏了上去 椅子轻微晃动 时间仿佛停滞了 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 观众的心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害怕他会像老布一样同样的结局 直到房梁上 新天的一行字被阳光照亮 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长途汽车站 人群熙熙攘攘 队伍缓缓移动 镜头扫过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最终停留在瑞德的身上 他静静地排队 手中的提包放在脚边 最后一辆灰狗长途汽车 驶上了公路 新英格兰的景色迷人 从窗外飞速流过 瑞德半个身体都跨向窗外 眼中透露着久违的兴奋 自由从未如此真实 一种久违的心情让他无法安坐 更无法停下思绪 他不再是那个麻木的人 他踏上的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 一段通向未知 充满希望的旅程 原本剪辑师和导演 想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作为景片的收尾 但在适应后 观众强烈希望两人重逢 导演只好补拍了一个场景 原本剧本的设定是 瑞德吹着口琴走向岸底 两位主角听到后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全篇最后差点一彩条旗 飘扬收尾 海滩重剧是适应观众 最喜欢的桥段 弗里曼和罗宾斯 都觉得这样的结局很有必要 固执的导演德拉邦特 终于被说服了 他声称看着角色通过漫长旅行 终于达到终点的感觉 既神奇又振奋 或许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都有一座萧生客监狱 它可能是某段过往 某段束缚 甚至是内心的枷锁 但只要心存信念 终有一天 我们会和安迪般穿过泥泞 走向阳光 如同瑞德般告别过去 拥抱未来 希望是美好的 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 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失 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 面对人生的风浪 穿越困境 迎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拉片解说 请关注我 我是沙哥 我们回头见